下礼拜最后一次上课 那因为像这样的课程 其实跟一般应用性课程不太一样 所以 要一次就听得懂 其实在有些时候 你可能会没办法 一下子马上就是吸收了 所以我们会利用蛮多云端相关的资源 提供的 那当然未来 回去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 记得那个云端的网址 那里面的话 当然这里面 包含就是我们之前上过的课的所有内容都在这里 还有教学论坛 因为之前我放在上面的这个论坛的网址 因为另外一个班 同时三月礼拜五也另外一个班 所以我又把那个原来的网址改了一下 所以你们进到里面会发现 都是会跳到那个另外一班去 所以我这边又加了 我们是算二班 因为这今年 已经开了第二班 然后又开了一个进阶班 所以今年一整年下来 开在我们自强这边开了非常多的班级 显见这个需求 增加非常的多 然后当然也不只是只有在这边开课 只要相关的课程 好像都会有一定的需求 所以你们就点击这个连结 进来的话就会看到 我们包含就是说上个礼拜的 我刚刚也把它贴上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点击来 那当然理论上应该都可以看到影片 而且影片的内容 哪个我会尽可能的帮各位 就是做比较清楚的描述 当然有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 也许没办法写那么多字 所以大概会尽可能的帮各位做一个记录 那你只要回家 回去 我想还是要练习 但如果练习过程当中 有做不出来的地方 没关系 反正你就把影片 你比较不懂的地方再重新做过 或者未来你工作里面 有需要 可能你学过 但是忘了怎么办 云端上也有 影片因为有些云端上即便有 你还是望东望西怎么办 影片也还蛮清楚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各位来说 应该是有帮助 而且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上了很多课程 然后上面YouTube现在又有搜寻 所以我发现上班族 平常上班的时候要找答案的时候 也很喜欢在这上面搜寻 那一搜寻呢 可能因为我po的影片数量还是蛮多的 所以找来找去都很容易找到我的东西 当然这也是一件 我觉得也不错吧 就是至少可以帮到一些人 然后工作上面能够有得到 就是说能够找到答案 ok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回去我是建议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是属于设计类的课程 跟一般应用性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学esale 学esale很简单 你只要功能做出来 他就结果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 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你很多地方 我会提供给各位的是一个参考答案 那至于你要怎么去撰写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写出跟我不一样的结果来 写的方式也可以有不一样 ok 那等一下的话请各位先开启那个下一个范例 在我们范例档里面 里面找到这个 这个范例01大型式算表 那里面当然 有几个先从99乘法表开始讲起吧 99乘法表你想说 为什么要先讲 因为99乘法表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公式 可以把99乘法做出来 那所谓的公式 一般的习惯就是等于 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呢 我希望我产生1乘1等于1的结果 是从上面这个标题列 1 然后乘的话用x来代替 x代大写 然后and什么呢 and这个 等于的话呢 也是用一个 自串等号 串在中间 然后呢and什么呢 and的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呢 当然你可以干脆直接这样这个 乘 这一个 ok你把它打勾 那把它自重一下好了 假设我今天希望 做完一个之后 我如果希望向下向右一次 就可以把它做完的话 那其实你直接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 蓝 列 锁定的概念 ok你不能说你直接就就就就 呃 向下拉 那向下拉的时候特别注意啊 因为列号会增加 向右的话呢 是蓝号会增加 所以呢 你如果说锁对的话啦 比如说你这地方 B1只能锁一边 应该锁哪一个呢 应该锁1吧 所以如果你锁 锁对的话 比如说锁 然后 A2应该锁什么 锁A嘛 那这边一样 把这个地方锁起来 把这边锁起来 你如果锁对的话 按打勾 向下 向右 全部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锁对的话 哎 你怎么办呢 慢慢来嘛 怎么不行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何做蓝列正确的锁定 因为以前可能你比较习惯是F4 按下去 好像什么事都解决了 但问题是 有的时候 其实你只该锁列 只该锁蓝 那你什么时候该锁列 什么时候该锁蓝 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第一个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那你B1的位置 有没有 是不能动的 所以以前习惯是把B1 把它按F4 那其实F4之后的话 它会把蓝也锁 列也锁 不过呢 向下填满 只需要管到列 蓝不要管 ok 那如果你这时候把B锁起来的话 它向右填满的时候 永远都是直到B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请记得 知锁列 这边也是这样 按F4 或者你直接打钱的符号 ok Dolls符号 ok 打勾 向下ok 可是向右ok吗 向右应该不ok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说 因为你向下填满 锁列 向右填满 蓝有没有 固定都在这个A栏 那你拉过来说 A不能动啊 所以怎么办呢 把这个A2的地方 一样按F4 或者直接在 那个钱的符号 锁在那个A的地方 那钱的符号代表 就是你固定那个位置 绝对位置 就不要去动它了 所以你向右填满 它本来会 A变成B B变成C 你会发现这地方 如果你做完之后 像 为什么错 你会发现 这地方变B 有没有 这个地方变C 但是问题你不能动啊 那怎么办呢 把它锁起来 向下 向右 放开 一次完成 但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样 我记不太起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将来你有标题列 有标题蓝 一列 A蓝 一列 有没有 A蓝 锁起来就对啦 不用想太多 保证正确 应该懂的意思吧 标题列 再第一列 标题蓝 再A蓝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 你的标题蓝 跟标题列在哪里 你就把它锁起来 未来 你向下向右 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OK 这第一个 有关蓝列的锁定 这用公式的部分 第二个函数 那函数的话 前面我们有用过 那个所谓的什么 哪个函数呢 插入函数里面 在简式与参照里面 有一个叫column 一个叫roll 那我有没有办法 利用 我这边没有1到9 我可以用column 可是column 你向右 向右拉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什么 1到9 那我有没有办法 再加上 1 乘 1 好了 OK 那这个后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再串接 那再来串接 你可以其他函数 一样解释与参照 把它加上一个roll roll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中间再串一个什么 end 一个x符号 再串接一个roll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一个end 等于什么呢 再串一个等号 end 然后呢 把column跟roll 怎么样 相乘 相乘 偷懒一下 把它贴过来 直接这样乘 按确定 1 再把它置中一下 1乘1 有没有 向下填满 到9 1个99乘法表 也出现了 那你想 为什么 好神奇 对吧 其实主要是什么 column跟roll 那这个概念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将来会跟 像index 像index 或那个什么indirect 或V路排行数 都会配合column跟roll 可是很多同学 因为这个不熟 所以常常 只要加一个roll 或加一个column 就头就很大了 就不知道 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 实际上 主要是抓到 你位置 那如果你这个懂的话 其实那个index 就变简单了 那你会 之所以会难 就是因为你可能 东缺西缺 有些东西懂 有些东西不懂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两个重点 一 懒列的锁定 OK 第一个 这个我想工作上 用到的机率很大 如果你 四算表 懂得锁 像下像有 完了 可是你不懂得怎么办 还在那边 一懒一懒 慢慢拉 那不可能 那 函数的部分 就是利用 column跟roll 做出一个 九组成八表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原理原则 应该很简单 反正九组成八表 我想你小学 大概一二年级 就开始要你背 这个东西了 所以如果你要 产生一个九组成八表 用公式 会牵涉到 蓝列的锁定 蓝列 所以很 前面很常会强调 就是说 什么地方要锁蓝 什么地方要锁列 这个其实如果你有概念的话 我想应该很快 你可以把一个四算表 不费吹灰之力 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另外呢 当然 在 检视与参照里面 column跟roll 这个也非常重要 因为它如果 参照到某一个栏 某一个列 如果要随着 你向右向下 而改变位置的话 其实卡跟肉 是非常重要的 试试看 接触 那边 官线 来